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由于新冠疫情趋缓 泰国政府5月17号起放松限制措施 重新开放商场和室内餐馆 宵禁时间缩短一小时 大量购物者蜂拥至首都的高端购物中心 渴望从中减轻焦虑情绪 因严格执行社交距离规定而排起了长队 据悉 泰国经济严重依赖国际游客的交费 但目前仍无法开放 泰国民航局宣布 原定5月底到期的国际银行客机入境禁令 将延长至6月30号